在老师及家长的陪同下 育婴国小一年级的小朋友 来到埔里镇里图书馆进行顾外教学 学校以爱的书库推行班级共读 鼓励学生阅读 为了让低年级学生认识与了解图书馆的规范 及各项资源的利用 并且启发低年级学生阅读兴趣 特别安排小朋友来此参观 因为我们配合课程 有一个认识图书馆的活动 再加上小朋友阅读量 其实已经很多了 我想带他们看看书的家在哪里 那埔里镇图书馆是全国第一名的图书馆 当然要带小朋友来看看 那也让他们亲自知道这边的规矩 一些社会规范 然后我最希望的是 书跟小朋友的生活是完全结合的 不要书是书 人是人 图书馆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 有的孩子其实真的还没有来过图书馆 能够来这里看看 应该会引起他们更大的阅读兴趣 图书馆人员引领小朋友到各个楼层参观 一楼成立的是书报杂志 二楼为快乐亲子童书乐园 是进行为孩子规划的书师阅读环境 四楼则是在地文史相关资料的观察 小朋友到图书馆大部分是介约书籍或是参加活动 因此透过这次的机会也能够一一为小朋友做详细介绍 学校会针对每个学年成他们所需要的部分 然后会到社区然后到图书馆这边来利用 来参观 那我们最主要是在透过这次参观的部分呢 我们加强学生对于图书馆的一些观念 或者是说一些功能上的使用 会透过这一次的办法来慢慢的跟小朋友做介绍 那最主要是说 通常小朋友到图书馆来就是借书 或者是参加我们的一些活动 那有一些功能的部分并不是那么的了解 那透过这次的办法 我们就可以一一的为小朋友做介绍 那四楼这个部分是在图书馆比较属于比较特别 就是说是属于在地文史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在地文史的一些 不管是物品或者是书籍呢 一般小学生比较少上来四楼这边参观 那也透过这次的参访呢 我们会把我们在地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文史的一些物品 甚至来参观的这边所利用的一些东西呢 在四楼这边也跟他们做一个很好的介绍 阅读为学童打开一扇学习的窗口 在思考中拥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奠定发展与未来成就 来一趟图书馆之行 不仅开启了学童丰富心灵 也让多元的想象遨游书相远地 同时培养小朋友爱看书的习惯 对未来的学习奠定最佳基础 来看看 来姐姐的老婆 来我看看 来我看看